真的啊 阿雅说她是按照你的 看到你的视频里面来的 阿宝说你的设计太棒了 真的吗 冯绍峰和赵丽颖是在拍戏认识的 两人合作过多部作品 戏里演的是小夫妻 不曾想到戏外 两人却因戏生情走到一起 从冯绍峰给赵丽颖打电话声中看出 冯绍峰是真爱赵丽颖 她与赵丽颖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两人刚开始时拍戏连着几部剧 他们都是演剧中的小情侣小夫妻 两人的感情也是在剧中升温的吧 赵丽颖冯绍峰从相识相恋 再到结婚生子 也不过是仅仅三年多的时间 熟悉冯绍峰的都知道 她是坐拥十几亿的大富豪 做演员当明星是兴趣使然 在富裕家庭的生活环境中 让冯绍峰出生就是个富豪富二代 所以说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冯绍峰 在娱乐圈中更多的是体验生活享受乐趣 在娱乐圈里冯绍峰几度传出绯闻 和不少女演员有过亲密关系 而妮妮就是其中的一个 妮妮与冯绍峰有过三年的感情经历 当时冯绍峰表示不娶妮妮 名字就到着写 不知道最后是什么原因分手的 直到赵丽颖的出现 让冯绍峰刚接触便喜欢上赵丽颖 赵丽颖的性格不像其他人一样柔软 更多的是坚毅而洒脱和独立 外表更是富有安全感 实则因为没经历起生活的大风大浪 生活中没有过挫折的冯绍峰性格比较脆弱 而冯绍峰有多爱赵丽颖呢 从她给赵丽颖打电话的语气中就能看出 作为大富豪的冯绍峰情愿家中是女强 男弱的模式生活 尽量随时随地给赵丽颖安全感 冯绍峰赵丽颖突然官宣离婚时 很多网友猜测是不是冯绍峰婚内出轨 在看到冯绍峰每次给赵丽颖打电话 报备都是温生细雨的样子 就能想到冯绍峰到底有多爱赵丽颖了 由此也不难看出两人真的是真心相爱过 虽然是离婚了 但是感情还在 孩子成了双方在沟通的桥梁 因为儿子的事而频繁联系 有网友称 为了儿子 赶紧复婚吧 对此 你觉得赵丽颖和冯绍峰有复婚的可能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和探讨